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今天为您带来最有爆炸性 最新 最重大的新闻和分析 精彩分成 不容错过 不论是军事动态 外交风云 还是经济走势和中美关系的大国博弈 我们都将为您一一解读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些影响我们生活的重要话题吧 首先 让我们从一个爆炸性消息开始 广东千家企业或将迁往四川 这一消息在网络上引发了轩然大波 据悉 包括TCL 联想 小米 格力 华为在内的1500家企业可能参与这场大规模迁移 这是否意味着国家备份战略的启动 为什么选择四川 这对广东和四川的经济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紧接着 习近平的一番言论再次引发热议 他竟然表示愿意与美国做伙伴 做朋友 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即将迎来转机 然而 网民们却对此嗤之以鼻 纷纷讽刺天天反美 却勾搭美帝 习近平此番言论背后究竟有何深意 与此同时 中共刚刚结束的绕台军演引人关注 这场仓促收场的军演究竟达到了什么目的 更令人玩味的是 习近平随后现身福建东山岛 这个行程有何特殊含义 是否仅仅与台海局势有关 我们为您独家解读 最后 我们将关注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大熊猫外交重启 这是否预示着两国关系即将解冻 背后又有何战略考量 局势正在快速变化 谁将在这场博弈中占据上风 让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主频道热点直击 今天是10月16号 星期三 我是李小宇 爆炸性大消息 要开战 广东千家企业或千四川 网炸锅 本周25日 中国网络近日盛传 广东1500家工厂计划迁移至四川 引发网络炸锅热议 如属实 这将是广东40年来最大规模产业转移 或标志国家备份战略启动 据公众号沐昕称 惠州的TCL 联想 小米 格力 长虹 海尔 华为等1500家企业将开启大规模迁移 据陆媒财联社9月25日报道 国家将引导企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 在高层批复的国土空间规划中 四川成为唯一一个被点名的战略腹地 多个公众账号称 此次产业转移不仅是企业寻求低成本环境 更体现中国在复杂国际形势下的战略考量 国家出台税收优惠 土地优先供应等政策支持 此举可让广东专注发展高端制造 现代服务业和信息产业 提升全球产业链地位 同时为中西部带来就业机会 不过 中国媒体尚未对这一热门话题作出报道 也未公开否认 曾参与四川三线建设的学者邝锦利 对自由亚洲电台指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沿海工厂向内陆迁移 是为协助西南西北制造业 但现在形势已变 他认为在搞三线建设劳民伤财 毫无必要 另一学者认为 这是在构建全产业链备份的战略布局 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国际变局 新京报10月13日报道 9月2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文件 提出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 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 引发关注 新华社此前也报道类似政策 旨在促进区域就业均衡发展 研究三线建设的学者田启光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最初他以为广东企业向西南迁徙的消息是虚假的 但后来发现 中共国务院确实有这样的想法 这种思维被称为战争思维 类似康熙时代沿海居民内迁政策 或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的大三线建设 他认为 中国已从邓小平的和平思维 转变为战争思维 所以后来关闭了大量三线时期的国有企业 将它们搬回东部 直到90年代都没完全消化掉 田启光认为 中国已从邓小平的和平思维 转变为当前的战争思维 他批评这一做法 加剧国际紧张局势 甚至带有恐吓性质 最终可能成为烂尾工程 广东企业的这场大迁徙 让人联想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 当时为加强国防 大量工业和军事设施 被转移至中西部偏远地区 习突发一句话 往群朝 天天为祖国奋斗 转身去勾搭 习近平10月15日 在至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贺信中表示 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机遇 应成为对方发展助力 他称 中美关系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关乎人民福祉和人类命运 中共外交部援引习近平称 中方始终按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原则处理中美关系 习重申中共国队开放的承诺 强调将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 建设一流营商环境 美国前国防部长办公室资深官员 约瑟夫·博斯科认为 这种示好言论中共以前也说过 但往往不持久 他对美国之音说 建议中共停止台海军演 越过中线等行为 在台湾人民同意前提下寻求统一 而非武力解决 以证明诚意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 何瑞恩·Ryan Hess 认为习的言论无足轻重 美国民众主要关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 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研究员 维德宁直言不信习的说法 质疑为何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 习是普京重要合作伙伴 华盛顿智库史听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罗伯特·曼宁认为 习面临经济困境 债务占GDP310% 地方政府破产 消费者信心丧失 习寻求稳定外部环境 为中美关系保持底线 曼宁建议测试习是否愿采取措施 解决紧张根源如改变中共国做法 在WTO谈判新补贴规则 减少南海军事行动等 X平台中文区对习的言论充满嘲讽 路透社10月15日的报道 在X平台或4万多点击 16条留言多为冷嘲热讽 网友Rob Hart NY直言狗屁 Michelle McMahon称 只有习采取实际行动才会相信 Mr.下话县地讽刺道 如美国不干涉中共国行为 听中共话 中共国就是美国朋友 新加坡联合早报 X帖文下百余评论多嗤之以鼻 McFall说 千万别相信中共的鬼话连篇 Ritjavik说 习主席既要疯狂反美 又要和美国做生意 Dennis Wayne说 美国受骗过多 不再像强共老百姓那么容易受骗了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转帖 引来300多条评论 多数表达不信任和讥讽 挖地老刘嘲讽道 剑锋使舵是中共传统 王师傅不是黄师傅说 风向又变了 180度转弯 包包是不是精神分裂 反抗者时报说 我们天天在网上为祖国奋斗 痛批美帝 你却转身去跟美帝国主义勾搭 搞合作伙伴 这不是卖国行径吗 习近平出现在这里 形成有特殊含义 阿波罗网网赌若报道 中共绕台联合力舰2024B军演刚于14日落幕 只演习半天 一枪未发 仓促收场 之后第三天 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彬华 星期三16日 在北京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强调 对台湾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同日 中共中央喉舌新华社放出习近平于演习后的第二天 15日下午前往福建省东山岛进行视察的消息 由于国军曾于1953年7月对该地发动三期联合突击作战 但最后已挫败收场 且目前已成为解放军进行演训的重要场域 因此 虽然报道指出习近平主要在了解东山岛文化振兴与传承的情形 但该形成似有特殊意涵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篤然分析 此次军演是三大完败 首先是 对内媒达到鼓动和宣传的作用 热搜惨遭匆忙撤下 第二是对外显示 对赖清德总统的祖国论 领土论 两国论无可奈何 文攻是因为没有任何道理 无法取胜 武士不敢打 连民调调侃的炸鱼都没有 第三是对美国国务院公开发声警告 中共不可轻举妄动 采取了合作的姿态 王篤然还说 当然 美国大选白热化 白宫自然不愿出现任为意外 所以 中共的统战熊猫又回到了华府 结束了美国无熊猫的情况 王篤然援引美国之音两天前报道 这对新来的大熊猫 是美国与中共当局达成了一项 为期十年的新交换协议的一部分 5月底 华盛顿动物园园长布兰迪 史密斯与第一夫人吉尔 拜登共同宣布 保利和轻保将于今年年底抵达 这是民主党政府和中共管控分歧中的合作部分 路透社指出 台湾国安局长蔡明燕 16日在接受媒体访问时 表示 共军此次军演得到反效果 只会促使国际社会更加支持台湾 国防部则在向立法院提交的报告指出 中共目前正试图制造对台动物的合法性 并且藉由大量军事行动耗损国军战斗能力 动摇国军士气 因此将透过高度战备 以及强化战训与准备等措施因应 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期深度解析 中共国当前经济局势的特别节目 首先我们将聚焦北京仓促转向 让情况更糟 为什么政策转向反而加剧了经济困境 这背后反映了怎样的决策问题 接着我们将为您揭示 中共国这报告难手谎 官方亮点泄露惊人真相 这份官方报告到底透露了 哪些不为人知的经济信息 为何被称为难说谎 随后我们将关注中国防势重磅 周四召开发布会 这场备受瞩目的发布会 将公布哪些关键政策 最后我们将深入分析习的下一步 如何判断习近平的下一步经济政策 习近平面对当前经济困境 可能会采取哪些措施 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来观看 您的鼓励是我们前行的力量 万分感谢阿波罗网会员的 无私赞助和大家的支持 也请您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选全部 您的点赞转发和留言 会增强这个视频的传播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